西瓜这个月20号开始 就陆续要采收了 由于今年刮果的品质相当优良 而且市场价格也好 现在就担心这萧小会觊觎 所以当地的分局 启动了护刮勤务 在各处的刮田重要的出入口 都加装了监视设备 同时不定期展开巡逻 花莲溪河床边的西瓜田 每颗西瓜饱满节食 为了迎接大丰收 刮农们在田间不断巡视 忙上忙下 现在撒水还是要给它保持水分 不能撒太久 对呀 它有一定的时间 只会控制 每年的五月份开始 是花莲西瓜的产季 从最南端的玉里开始 产区的采收时程一路往北 收封西瓜20号开始进行采收 因为今年西瓜品质好 价格也看涨 农民担心一整年的辛苦收成 被萧小给盯上 在深夜里警车直接的开进了西瓜田 收封箱的西瓜种植面积大约500公顷 是花莲最主要的产区之一 在西瓜成熟采收期 警察分局便开始启动护瓜勤务 除了在各地的瓜田重要出入口 加装监视设备 同时也不定期展开巡逻 避免西瓜成为小偷眼中的飞扬 为防治缭小际雨 本分局启动护瓜勤务 另外协调 丰田 寿风 智学 月梅等分柱派所 与瓜农成立 房窃及时通群组 一旦发现可疑人车 立即通报辖区区派所 警方表示 护瓜专案除了全天不定时的 加强巡逻之外 也呼吁瓜农自身提高警觉 随时掌握瓜田动态 如果发现有任何可疑人车异状 应当立即向警察机关来通报 人间卫松明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